这个修仙家族有个奇葩规定 只要自己老婆怀孕了 你就可以再娶一个小妾 目的是为家族多多繁衍后代 只因为修炼资质太差 只能入赘这个修仙家族 靠着生娃的奖励来获取零食 好在我这方面比较强 三年生了24个孩子 由于我能力太过出众 隔壁一直没有孩子的大嫂 也来找我帮忙 这天 隔壁的秦荣荣提着礼物登门拜访 我颇有些意外 贾强这个人傲得很 加上孩子的原因除非必要 他们夫妇平日里 很少跟其他人来往 送上贺礼后 秦荣荣有些扭捏道 长青大哥小妹有一事相求 我笑道 咱们也算一家人 你说就是了 只要在能帮局部推辞 秦荣荣眼前一亮 左右看了看到 这里不太方便 说 我犹豫了一下 点头道 你跟我来 两人进了一间厕房 我转身刚要说话 口中突然被弹入了个圆滚滚的物件 下意识的喉咙滚动 吞了下去 我瞪大了眼睛 看向笑音音锁上房门的秦荣荣 贾夫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话音刚落 我就感觉小夫生起一股热情 身体躁热难当 脑海中固有自主开始浮现 前世看到一些少不移的画面 我大惊失色 连忙调动灵力抵抗 却发现不仅没用 灵力反而像是催化剂 更加助长了体内的药品 长青大哥 我退后一步 夫人 请自重 长青大哥 这玉玲丹 可是连连七七六层的修饰都抵抗不住 你就别费劲了 秦荣荣有动着腰肢一步步走来 衣服也随走动一渐渐褪去 渐渐露出风雨白皙的胶躯 我用力甩着头 努力让自己清醒些 声音低沉道 我与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害我 秦荣荣却是摇头道 长青大哥 你误会了 我没有害你 我跟贾强这么久了 都没怀上 别人都在说是我出了问题 我不相信你这么厉害 我只想让你帮帮我 贾夫人请自重 我不是那种人 我义正言辞地表示拒绝 体内的浴火却是 越来越压制不住 长青大哥 你就帮帮我吗 秦荣荣却是直接贴了上来 胶躯紧贴在我身上 吐气如蓝 好强的药力 我的意志渐渐被药力冲垮 我只是个练气一层修饰 别说下药 就是一对一 也不是秦荣荣的对手 太难了 无法抵挡 秦荣荣直接将我横抱起来 扔在榻上 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天老爷坐在下 也是身不由己 长青大哥 你理智点 要是不是有点重吗 房间里传来迷你之音 伴想之后 检测到伴侣 胃下品铃根 请选择 一 消耗十年寿命 强化种子 可但下具有上品铃根的子次 二 消耗百年寿命 强化种子 可但下具有几品铃根的子次 我顿时一个机灵 我靠了 之前都是系统强制 透出十年寿命 现在竟然还多出来的选择 这段时间以来 我已经得到了一百七十块零食 并且全部都兑化成了寿命 也就是说 我已经多了一百七十年的寿命 除去强化七个孩子的七十年 若是再消耗百年寿命 剩下的 就正好是自己原本的寿命 妈蛋 自己攒点零食容易吗 那可都是我辛苦耕耘的积累啊 纠结伴上 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二选项 好歹是自己的孩子 既然要生 就要给他最好的资质 再穷不能穷根基 再苦不能苦孩子 寿命没了 可以再重 现在我以为人父 心态的却是不一样啊 长青大哥 秦荣荣脸颊驼红如醉 已经被我征服了 揽住我的脖子 慵懒地趴在胸膛上 因为你老子这次 可是亏大发了 我当即化分怒为力量 继续惩罚 云霄雨歇 秦荣荣穿上衣服 遮挡住自己的动人胶躯 从袖中取出一个袋子丢给我 他脸颊飞红道 长青大哥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要是我真的怀上了 你就是我的恩人 恩人各屁 以后你别再来看我谢天谢地了 我心里翻了个白眼 目送秦荣荣摇曳身自离开 开启袋子 十块零食 还算你有点良心 我心情稍微好点 经过秦荣荣这件事 我也明白了 系统的强化 竟然还可以提升的 只是需要消耗的寿命 将成倍数增长 如对方是凡人 强化上限便是上品 若是身具下品零根 强化极限便是极品 要是中品零根 那应该就是地零根 上品 天零根 我不由暗暗则舌 这样下去 岂不是要逆天 不过这样的话 也会大大消耗自己的寿命 又不是强化自己 给不偿失 看来以后要小心一点 不能被乱搞 多弄些零食才是正当 半个月后 我收到了贾强送来的请帖 虽然早就知道结果 但我还是不由嘴角抽了抽 造孽啊 贾强一扫之前的阴霾 在家中大摆宴席 他这次算是扬眉吐气 彻底澄清了 自己有问题的说法 秦家对此也算是重视 因为他们两人 都是身具零根的休闲者 但下有零根的孩子 几率更大 我也去参加了宴席 敬酒时 贾强四世不经意地说道 长青兄 你都有了十个孩子了 我才一个 虽然我们夫妻都身具零根 但数量比起你 还是差了不少啊 真佩服你 这话的前台词 很明显 我们的孩子 很有可能具有零根 你的气泻都是肉体繁胎 生再多有什么用 还不是废物 现场的气氛顿时有些冷 其他客亲都有些不高兴 这话不是连他们一起骂了吗 我无奈 只是善善陪笑 贾强说得也不错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秦荣荣腹中孩子资质 喝酒喝酒 各位都是我秦家客亲 你们的孩子 一定都是天资聪益 身具零根的天才 秦文伯笑着举杯缓和气氛 众人皆举杯一饮而尽 秦荣荣站在假墙身边 趁着众人不注意 偷偷给我抛了个魅眼 风情万种无恙 让我一阵心惊肉跳 这女人疯了 要是让人看到还得了 两个月后 我的两个妾室 相继但下子四 是两个女孩 我为她们取名秦梦如和秦梦许 同时我又在那两房 已经十二个 正好每月一个 我的妻妾是同期坠续中最多的 让众人一阵羡慕极度恨 不过羡慕也没用 谁让人家厉害 纵然这么多妻妾 毅然能做到一路军战 又过了大半年 秦荣荣成功诞下一个男孩 取名秦启鹏 抑郁大鹏展翅 一飞冲天 现在的我 已经有了九个孩子 几乎每个月都有孩子降生 目前六男 三女 男孩分别取名 启明 启风 启红 启阳 启晨 启泽 女孩取名孟雪 孟柔孟牛 而女确实不少 只是我自己的天赋 实在是有些感人了 结束一天的修炼 我心底忍不住吐槽 该死的系统 就不能给自己 梦给福利 光强化种子 有毛用啊 我的天赋的却是不怎样 修炼了一年 还停留在炼气一层 下品灵根连助击都很困难 好在我的系统傍身 只要临时够 几乎可以长生 我也渐渐承认了现实 干脆把大量的时间 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我的孩子 至少都是上品灵根 未来可切 只要对他们足够好 以后孩子成长起来 成为一方大王 难道还会少了 他老子的零食 修炼天赋不行 那就曲线救国 只要能够长生 如何长生还重要吗 修仙世界无岁月 三年转瞬即逝 秦长青的孩子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4个 若是加上私生子秦起棚 就是25个 放眼整个秦家 都无人出其用 这几年 秦长青旨 是偶尔修炼一下 身为现代人 生在那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 他会的东西太多了 除了陪孩子们做游戏 他还经常制 做一些新奇的玩具 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 甚至其他家的孩子 也每天都往这里跑 秦长青见此 索性开了个学堂 玩耍的同时 也给他们荡起了启蒙老师 他们的天赋都很不错 但还是需要正确的引导 不仅仅是秦长青自己的孩子 其他坠续的孩子 也都很喜欢秦长青 秦家觉得秦长青教授的东西 确实有用 也就没阻止 反而鼓励各家把孩子都送来学习 就连贾强也把孩子送了过来 因为他发现 秦长青私下里对 每个孩子都很好 对秦起朋也一视同仁 反而多有照顾 不让其他孩子欺负他 对此 贾强也有些惭愧 没想到自己对秦长青冷眼相待 秦长青还能以德抱怨 这让贾强对秦长青的态度 也有了很大转变 贾强平时注重修炼 所以没什么时间照看孩子 中品林根和夏品林根 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 贾强是秦家重点培养的修士 后来又那了几方窃室 再也没怀上孩子 他也就把重心放在了修炼上 目前已经是练器七二层 秦大哥 启蓬就交给你了 秦荣荣领住各虎头虎脑的孩子 走了过来 正是秦起朋 秦伯伯好 秦起朋抱着秦长青的大腿 显然很喜欢秦长青 哎 你应该叫秦爸爸 当然 这句话只能在心里说说 秦长青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道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秦荣荣当然放心 秦起朋就是秦长青的儿子 对此两人都心知肚明 秦荣荣捋了驴耳边秀发 似是不经意道 秦大哥 为了感谢你这段时间对起朋的照顾 我做了点韭菜 想请你去尝尝 秦长青顿时下了一跳 他哪里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思 连忙白手拒绝道 不了不了 我还有事 下次一定 开什么玩笑 上次是自己没防备才中了招 同样的伎俩 怎么可能还上当 看着秦长青逃野式的离开 秦荣荣白了他眼 有些气闹 他现在已经肯定生不出孩子的 却是假强的问题 这几年 他屡次想找机会 跟秦长青再生一个 却都被拒绝了 我很丑吗 哼 秦荣荣看了一眼自己封银的曲线 跺了跺脚 忧愿地转身离去 这个女人真可怕 秦长青摸了摸脑带上了汗 不得不说 秦荣荣不论是身材还是容貌 都绝对是上乘 这几年也越来越有韵味 有时候秦荣荣的邀请 也让他也有些心痒痒 但他也深知 和秦荣荣发生关系 要面临时吗 那可是要扣除百年寿命的 他又舍不得苦了孩子 自然都是想要 给他们最好的资质 而目前 他只能得到秦家的 基本临时供应 想要攒造一百块临时很难 他也不想自己 和秦荣荣的事情被捅出来 常在河边走 终究会失邪 谁知道会不会被人看见 秦伯伯 你好像很怕我娘呢 启鹏养着小脑袋 无嘴偷笑 秦长青一个脑瓜崩弹过去 肖骂道 你娘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我怕她做什么 去找你哥哥姐姐们玩吧 秦伯伯脆声声答应 飞快跑了进去 秦长青也跟在后面进了内宅 此刻院子里 是一幅不和谐的画面 几十个孩子围在一起 争强玩具 吵得面红耳赤 已经快要打起来了 这里我最大 我先玩 凭什么你先玩 这个变形金刚 是我爹爹做的 当然是我先玩 有本事让你爹爹做一个 秦先生说了 在这里大家一视同仁 我要告诉秦先生 你敢告状 我就揍你 十几个孩子分成两组 吵得不可开交 在他们中 肩摆住一个半人高的物件 似乎是用一种 非金非木的特殊材贴雕刻组装 看起来威武霸气 难怪这么受男孩子喜欢 这便是秦长青 利用两世知识的结合 搞出来的小玩具 可以用临时催动 组合变形 还能短暂飞行 就连一些女孩子都很喜欢 秦长青顿时脸色一黑 走了过去 呵斥道 你们在吵食吗 见秦长青来了 孩子们顿时停止了争吵 现场一片寂静 由此可见 秦长青在他们之中 威望很高 秦长青看着自己的二儿子 秦启风 就是这小子 刚刚嚷嚷的最大声 仗着自己拳头大要揍人 严肃道 你说说 怎么回事 秦启风见自己老爹发火 顿时脖子一缩 小声道 爹 你啊 秦长青眼睛一瞪 但却对孩子怒不起来 秦启风吐了吐舌头 很果断地直接认错道 爹 是我错了 我应该把变形金刚 让给弟弟妹妹们先玩 这小子 秦长青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的儿女中 就属他最会审时度士 说得好听点叫聪明 说得不好听 就是圆滑 这点小事 秦长青也没揪着不放 毕竟都是孩子 知道错了就行 最白手道 都去玩吧 这个玩具 回头我再多做一些 省得你们抢 爹爹万岁 秦先生万岁 孩子们顿时欢呼 刚刚的事 直接抛到了脑后 又是一片欢声笑语 万岁可不够 哥们可是要长生 秦长青看着这些孩子 脸上也浮现笑容 爹爹 你回去会打二哥的屁股吗 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 偷偷问道 这是秦长青的二女 而秦梦柔 秦长青笑着摸了摸 他的小脑袋道 当然不会 怎么 心疼你二哥 秦梦柔皱了皱穷鼻 哼道 我才不心疼二哥 上次他还趁我睡觉 给我画了个大花脸 害得我被人取笑 秦长青忍不住笑道 那是二哥逗你玩呢 你们可是亲兄妹 不能记仇道 秦梦柔歪的歪脑袋问道 爹爹也不记仇吗 那是当然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做爹爹的 怎么会记你们的仇 那太好了 二哥上次在贾伯伯出宫的时候 扔了张灵报符 为这个担心了好久了 上次那时是起风干的 秦长青瞪大了眼 大概就在半年之前 有一次 贾强突然气急败坏地 站在宅院门前破口大骂 身上溅满了污秽之物 被人笑了好久 贾强丢尽了脸 对此耿耿于怀却一直都没查出来谁干的 这小兔崽子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秦长青知道自己这二儿子调皮 却没想到胆子也这么大 灵报符是一种无需灵力启用的基础符路 用灵石也可以点燃引爆 威力也并不大 炸个粪坑倒是足够了 秦梦柔道 不只有二哥 还有三哥 六哥 启蓬弟弟 许家的骑虎弟弟 秦梦柔掰着小手指 如鼠家珍 把名字一一爆了出来 听得秦长青嘴角直抽抽 好家伙 还是团伙作案 连亲戚旁也在 那假强被炸得不冤 你们几个真不让我省心 以后这种事可不能干了呀 回去爹爹给你们做麻辣兔头 秦长青抱起秦梦窑往学堂里走 兔兔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他的头 那不吃了 我要吃兔腿 好 又是三年匆匆流过 如今的秦长青府邸 是众多坠序中最大的 因为他的孩子数量 已经济增到了恐怖的四十九个 不大不行 这也是秦家特批的 谁让人家能生呢 夫君 你说启明慧 不会有灵灯 秦晨 秦薇薇一边为秦长青整理衣服 一边忧心忡忡地问道 六年过去了 秦长青的面容 却没有丝毫变化 这也多亏了系统 有了临时增加寿命 他的容貌 被永远定格在了颜值巅峰期 放心吧 咱们的儿子肯定差不了 秦长青笑道 你怎么知道 秦薇薇白了他一眼 废话 我强化的种子 我们不知道 秦长倾笑而不语 秦家广场上 此时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有秦家本家人 也有外来的坠绪 带着自己的子嗣 也不知道 今天会不会有仙苗出现 去年就一个都没有 这谁知道 完全看脸 说不定就能涌现出 好几个仙苗呢 我看够学 能出来一个夏品林根 就谢天谢地了 众人议论纷纷 眼见人都到齐了 秦文国走到了场中心 直接念起了名字 秦江 人群中立刻站起了一个 六七岁的小男孩跑了过去 秦长倾虽然是他们这一批坠绪中 第一个有孩子的 但秦家家大业大 可不止他们这一批坠绪 而且自己本家人也有传承 一年至少都有十几个孩子参加检测 秦文博点头道 把手放到燕林石上 放空心神 秦起林一言赵作 足足过了十几期 燕林石毫无反应 众人不由发出一阵叹息 秦文博眼中也闪过失望 挥手道 无灵根资质 下一个 秦起林抿着嘴 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终于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他也明白 没有林根资质意味着已 后只能做个凡人 他的父母也是有些失望 但毕竟是自己孩子 连忙温生安慰 秦宇 无灵根 下一个 秦山 无灵根 下一个 秦文博淡漠的声音不断响起 众人的心也是不断提起落下 一阵哀叹之声 秦小月 下品林根 秦文博略带兴起的声音响起 顿时让场中热闹起来 众人目光纷纷投向 站在燕灵石旁的小女孩身上 恭喜周兄 生了的好女儿啊 众人纷纷摇摇拱手祝贺 一个青脸大汉站起身 亦是满脸惊喜的拱手回礼 笑得合不拢嘴 不错 秦文博笑着摸了摸秦小月的脑袋 温生道 先回你父亲那里去吧 这就是先描的待遇 之前那些孩子秦文博 可没那么轻易的举动 下一个 秦启明 秦文博的话让秦启明顿时紧张起来 抬头看向秦长青 秦长青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鼓励道 去吧 你肯定是最棒的 秦启明来到场中 秦文博对这小家伙 也比教师熟悉 毕竟可是秦家第一大种马的儿子 秦启明出生的时候 他还去不 按照秦文博的指点 秦启明将手放到了燕灵石上 哗 煞时间 燕灵石光芒大放 比之前的秦梦月亮了不止一筹 全场顿时一静 随即爆发出了接连不断的惊呼声 天哪 我没看错吧 上品铃杆 秦家至少有十几年没 出过上品铃杆的鲜苗了吧 这是谁家的孩子 献煞老夫了 秦文博也是满脸震惊和欣喜 原本他对秦启明 是不抱太大希望的 毕竟秦长青这家伙时 在产量太高了 按照正常思维来看 产量一高 质量必然下降 谁知道 竟然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此刻 之前还比较耀眼的秦梦月 已经被秦启明的光芒彻底掩盖 好好好 好孩子 秦文博忍不住哈哈大笑 直接将秦启明抱了起来 转身笑看向秦长青 长青兄 你可是生了个好儿子啊 秦长青表面拱手笑着回礼 心里却淡定的一批 七 这才哪到哪 一个上品铃根就震惊成这样 你们要是知道 我的孩子清一色都是上品铃根 眼珠子不得掉出来 嗯 不对 还有个极品 只不过那个不能宣之于众 人群中的贾强亦是满脸震惊 他本来是抱着一种 来看笑话的小心态来的 毕竟秦长青太能生了 七年生了近五十个孩子 简直就是牲口 而他呢 六年就只有一个秦启鹏 相处起来这时有点可怜 对此 他的心态自然有些失衡 谁知道秦长青这货 不仅产量极高 质量还极好 顿时让他有些心态炸裂 胆受着周围投来羡慕极度的目光 秦长青嘴角微微翘起 心中也不由生起自豪的感觉 这是他的儿子 长青兄 这是家族给予你的奖励 两百块零食 秦府内 秦文博和秦家两位长老青 自前来恭贺 秦长青夫妇能明显感受到 秦家态度的转变 以前可都是直呼齐鸣 现在却叫长青兄了 富贫子贵 这或许就是系统带来的 隐性好处吧 两百块零食 这奖励已经算是很丰厚 又可以增加两百年的售 自己多年的耕耘 终于看到收获了 长青兄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秦家长老秦萧和陈颖导 秦鸣如此好的资质 未来必定能够住基 冲击金丹七也不是没有可能 家族里的资源毕竟有限 我们想将他送入太玄宗 不知你意下如何 其实这种事 根本没必要跟秦长青商量 他只是个坠叙 生出来的孩子 秦家有权利做主 但现在秦长青 在生育这方面 表现得确惊人 第一个孩子 就检测出上品灵根 他的产量还这么高 谁能保证 后面就不会出现仙苗 这样的人 已经足以让秦家重视起来 现在秦家的孩子 跟秦长青的关系都极好 这点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要是擅自做主 引起秦长青和孩子的不满 那就得不偿失了 秦长青想了想 点头道 这对秦明来说 也是好事 全凭家族做主 上道 秦家几人顿时眉开眼笑 越看秦长青越是顺眼 能生 质量高 为人处事的体 还为整个秦家孩子的启蒙 做出不小的贡献 这个秦长青简直浑身 都是优点 既然如此 三日后 我便来接秦明 秦肖和汉首道 这几天你们好好相处 秦明入了泰玄宗 回来的机会 怕事就不多了 这老家伙还不错 考虑得挺周全 又待了一会 秦家几人才起身告辞 秦长青微笑送客 三日后 秦启明被送往泰玄宗 爹 娘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秦启明站在秦肖和的法器飞剑上 冲两人用力挥手 小脸憋得通红 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秦微微哭得梨花待雨 秦长青只能在一旁宽慰 他的心里也有些不适滋味 秦启明毕竟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感情自然有些不一样 他还好 有系统在 以后见到秦启明的机会还多 但秦微微可是凡人之躯 终究会老去 对修士来说 几十上百年也只是弹指而已 对于普通人却是一辈子 走吧 秦肖和叹了一声 抱起秦启明瞬间划破长空而去 长青兄 恭喜恭喜 以后你儿子可就是泰玄宗弟子 长青兄真是浮渊深厚 生出如此有前途的儿子 以后都不用愁 周围人纷纷拱手道贺 纷纷送上早就准备好的礼物 就连平日里冷傲的假墙 也挤出笑容上前恭贺 对此秦长青倒也没拒绝 都是些薄礼 收了也没时吗 姿态摆得太高 别人反而会觉得他 有了仙苗子四变的不尽人情 秦启明被送入泰玄宗的事 很快便传遍整个家族 有人羡慕 有人嫉妒 感叹秦长青这家伙 运气太好 一年时间悄然过去 秦长青的大女儿秦梦柔 再次检测出上品灵根 被送去泰玄宗 秦长青又得到了家族的 2010奖励 大家都羡慕秦长青运气好 不过还没有觉得太惊奇 同年 秦家广场之上 一年一度的资质检测 照常进行著 秦文伯目光落在走进场内的 小女孩身上 顿时露出慈祥的笑容 梦雪 到伯伯这来 这个小女孩 正是秦长青的二女儿 秦梦雪 秦梦雪一出现 场中顿时一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刷刷钉在了 她的身上 气氛都变得严肃起来 这个丫头 也是秦长青的女儿吧 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灵根 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秦长青 已经连续两个子四 都检测出了上品灵根 这个如果还是先描 那就太逆天了 就是 连续三个子四都有灵根 这家伙上辈子的积多少呢 场中都在小声议论 秦长青自然也在其中 对有些紧张的秦梦雪 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 当秦梦雪的小手 放在燕灵石上的瞬间 燕灵石爆发出了惊人光芒 亮瞎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睛 天哪 竟然又是上品灵根 这怎么可能 没道理啊 没天理啊 连续三个仙瞄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秦长青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方法 秦文博脸上 也是写满了震惊之色 目光扫向台上 淡定无比的秦长青 连续生出三个仙瞄 这在整个秦家历史上 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很快 秦霄和再次来到秦长青的府邸 长青兄 你可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竟然又是上品灵根 秦长青一脸汗颜道 运气 运气而已 许是秦家本身底子就比较好 在下也只是沾了光 秦霄和摇了摇头 是不是秦家的底子 好他还能不知道 秦家要真有这种血脉 也不可能这么多年 还只是屈居于这小小的仙阳山 恐怕早就成为 景国第一修仙家族了 这是家族给你的奖励 照常是两百零食 秦霄和俯了夏衣秀 桌子上顿时出现个盛满零食的箱子 那三日后 我来接孟雪去泰玄宗 秦霄和问道 秦长青点头道 麻烦长老跑一趟 等到秦霄和等人离开 秦微微从后躺走了出来 叹道 孟雪也要被送走了吗 秦孟雪虽然不是他所出 但也是他们的孩子 秦长青的家风很不错 孩子不论是跟生母 还是姨娘关系都很好 另一边 眼见秦长青一个个孩子被送走 秦荣荣心里又高兴又伤心 秦长青回头笑道 孩子能拜入泰玄宗是好事 夫人还是要想开点 秦微微柳眉一条 看着秦长青胡一道 夫君不会早就知道了吧 果然不愧是这么多年的枕边人 对秦长青还是很了解的 秦长青心里一突 表面上怯苦笑道 我又不是燕灵石 怎么会知道 我只是不想夫人为此太过伤心 咱们的孩子这么多 说不得以后 还会有人被送入泰玄宗 夫人要还是要习惯才是 这是给他提前打歌预防针 秦微微白了他一眼 有些忧怨道 还不是你太能生了 整个秦家就属你的妻妾和孩子最多 秦长青顿时有些尴尬 我系统弟弟就这那么强大 我能怎么办 我也控制不了啊 秦家主宅 正厅内 此时聚集了几个重要核心成员 秦家家主秦正娘端坐在守卫 秦家连续勇献出三个上品灵灵的仙苗 把他也惊动出来了 这秦长青的却是个妙人 不仅如此能生 生出来的孩子 资质孩都如此惊人 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给我们惊喜 秦正阳听了其他人的汇报 免须笑道 秦萧和饮了一口茶 家主 秦长青此人的却不寻常 他的子嗣众多 照现在来看 以后说不定玄慧勇献出更多的仙苗 对家族来说固然是好事 但若是引起其他家族的注意 就不太好了 而且长此以往 秦长青必会遭人觊觎 其他人顿时纷纷复合 秦正阳沉吟点头道 萧和所言甚是 这样吧 以后秦长青子寺的检测单独进行 如果再出现上品灵根的仙苗 结果也不要对外公开 可以说是无灵根 或是下品灵根 这样安排 对家族和秦长青 都是一种保护 人啊 太优秀也是一种罪过 目秀于 林峰必摧之 秀园内 秦家女眷们 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赏花油园 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趣事 大多数的话题 都在围绕住秦长青 听说了吗 秦长青的那个女儿 好像叫秦梦雪 又被检测出上品灵根了 不是吧 那秦长青 岂不是已经连续三个孩子 都是先苗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我家那个就太不争气了 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都没给我半点修行资质 要是当初 被秦长青选中就好了 哎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听着别人的议论 秦荣荣心里 也是激动不已 之前只是为了证明一下 自己的生育能力没问题 却万万没想到 还有意外之息 照这样看 起逢不是有很大几率 也拥有灵根 想到这里 秦荣荣忍不住钻了钻拳头 俏脸有些泛红 如果儿子真的拥有灵根 自己说实嘛 也要想办法让秦长青 再给自己生了孩子 原本在秦家就很出名的秦长青 再次爆火 成了所有人议论的物件 女人羡慕 男人嫉妒 一年后 秦家内宅中 秦启红有些忐忑地站在燕灵石旁 伸出小手 刷 光芒大放 又 又是上品灵根 秦文博的心都在颤抖 围在旁边的几个长老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幸好这次是秘密检测 否则让家族里其他人知道 又得炸翻天 长青兄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秦萧和忍不住问道 秦长青呵呵笑道 我也不知道 运气 运气 运气都被你夺完了 又是一个月过去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配方 秦启阳 上品灵根 一年后 秦启阳 上品灵根 秦梦妖 上品灵根 当第九个孩子 检测依旧是上品灵根时 家主秦正阳再也坐不住了 亲自来到秦长青的府邸 长青兄 已经连续九个了 你若再说是运气 我怕就说不过去了吧 秦正阳紧紧盯着秦长青问道 秦长青也知道 这次不给个说法 怕是过不去了 只能瞎编了的理由搪塞 家主 具体原因我是真的不清楚 不过我的缺乏 陷了些不寻常之处 不知道和这个 有没有关系 哦 秦正阳和几位长老 顿时来了精神 你快说 你快说 秦长青苦笑道 我发现 自己体质易于常人 吸收灵石中灵气的速度非常快 但这些灵气 却不怎么走丹田 反而大部分 都融入了我的肾脏之中 或许孩子的特殊 跟这个有些关系吧 奇怪 这是什么体质 秦正阳张大嘴巴 略微思索 便是眼前一亮 汗手道 应该就是这样 没错了 正所谓胸藏意 肾藏精 脑藏神 或许就是 你吸收的灵气 大部分都灌入了肾脏 才导致后代接连出现灵根 常青兄 你果然 是我秦家的福星啊 秦正阳忍不住哈哈大笑 看着秦长青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个西式珍宝 秦霄和若有所思道 难怪常青兄你这么多年了 还停留在炼气一层 原来灵气都被肾脏吸收了 我这是因为 修炼天赋太差 纯粹懒的修炼 秦长青欲哭无泪 不过 这些人还真会自行脑补 秦正阳几人相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狂喜之色 这么说的话 秦长青这种体志气 不是能帮他们秦家 生出大量仙苗 秦家崛起指日可待 成为景国第一修仙家族 都不是梦 常青兄 如果你能多吸收些灵食 是不是能够育育出 更高资质的子嗣 秦正阳迫不及待地问道 卧槽了 你个老东西也心到还不小 真把我当成生育机器了是吧 秦长青想了想到 我也不清楚 应该是可以的 零食吸收越多 肯定越好 不过生育子四壁 竟是两个人的事 我固然能强化后代 但也要对方能承受才行 想要诞下更强天赋的孩子 应该也需要更强体质的女子 才能孕育 有理 秦正阳免需汉手 其他长老也觉得有道理 得到这个结果 秦家人都极为兴奋 秦正阳更是大秀一甩 直接又赏给了秦长青 五百块零食作为奖励 回到主宅后 秦正阳道 此事事关重大 关系到整个秦家未来的发展 以后秦长青的子嗣 全部要进行秘密检测 结果不论好坏 不允许任何人泄露出去 是 家卓 其他人拱手称是 脸上都有笑容 去把小兰叫过来 秦正阳私存片刻 道 众长老星头一动 多少猜到了秦正阳的心思 秦凤兰是秦正阳的大女儿 中品林根资质 至今未嫁 是当下秦家资质最好的女子 看来秦正阳是 有意把他许配几秦长青 很快 一个身着白色裸裙 窈窕有致的女子偏偏来 盈盈行礼道 爹 你找我 秦正阳嗚了声笑道 小兰啊 你也不小了 早就到了婚配的年纪 有没有看中的青年才俊 秦凤兰猝了猝眉 娇声道 爹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女儿还不想嫁人 秦正阳板起脸道 说什么胡话 男婚女嫁乃是天理刚常 你终究是要嫁人的 秦凤兰撅嘴道 爹 你什么意思吗 就这么想撵我走 秦正阳神色缓和下来 试探着问道 不是想赶你走 而是有些事情爹想 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秦长青你知道吗 秦长青 秦凤兰疑惑道 当然知道 她是咱们家族招揽的赘婿 而且特别能生 已经有几十个儿女了 不错 秦正阳笑道 秦长青可是更难得的青年才俊 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为人宽厚老实 为父决定把你许配几他 什么 秦凤兰顿时瞪大了眼睛 拒绝道 我不嫁 秦正阳脸色微沉道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你的婚事 为父做不了主吗 秦凤兰跺脚哼道 我和他都没相处过 也不了解 而且 他已经有了这么多妻妾 你还让我嫁给他 我要告诉你啊 秦正阳神情抽搐了一下 旁边的秦霄和联 忙站出来解释道 小姐 其实家主也是一片苦心 也是为了家族考虑 在秦正阳的默许下 秦霄和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秦凤兰听完也不由震惊道 他的孩子全都是上品灵根 这怎么可能 千真万确 秦霄和道 我们已经送了八个孩子 入太玄宗 纵然是这样 秦凤兰还是不同意 摇头道 爹 你让女儿为了家族牺牲我没意见 但这种是太匪一所思了 除非能证明她 真的有强化后代资质的本事 我才嫁 秦正阳独时皱眉道 这如何证明 秦凤兰想了想到 我的贴身侍女小兰 是下品灵根 不如让她先嫁过去 如果她们的孩子 真的也有灵根资质 且在上品灵根之上 我就嫁 秦正阳思虑片刻 也觉得这样做比较妥当 她其实也不想这么草率 就把女儿嫁出去 点头道 好 就这么办 二长老 这件事就交给你操办了 是 家主 秦霄和点头印下 秦正阳又道 还有 尽快去采购一套 能够检测刚出生孩子 资质的燕灵石 六年时间太久了 是 秦长青又纳妾了 纳得还是秦家大小姐的贴身是女情小兰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家族 众人都有些震惊 不只是因为秦小兰是秦凤丸的贴身侍女 而且 秦小兰也是各拥有下品灵根的修饰 家主竟然舍得把小兰姐嫁给秦长青 有什么舍不得的 秦长青可是给秦 加生了三个上品灵根的子嗣 为了拉拢她 嫁出去各是女 算不了时吗 这待遇 可是和当年的贾强一样了 真是羡煞旁人 宴席上 众人低声交谈议论 看着一气风发的秦长青 都有些眼红 贾强意识神情复杂 当年自己娶了秦蓉蓉 可谓是风头无两 现在人家秦长青 也娶了各下品灵根的秦家女子 而且还是秦家大小姐的贴身侍女 她现在只盼着自己的儿子 也能有点修行资质 否则就凭她这么多年就这一个儿子 以后在秦家就彻底抬不起头了 当晚 秦长青入了洞房 娶了这么多老婆的她 早就轻车熟路 对于秦家的想法她自然明白的 不过她也无所谓 不就是生孩子吗 对她来说 只要零食足够完全不是问题 秦家大小姐的贴身是女资 容当然不会差 而且身为拥有灵根的修饰 面板比起其他女人更是水滑柔嫩 吹弹可破 让秦长青心声摇曳 很快 红烛熄灭 黑暗中传来女人嘀嘀的痛呼声 检测到伴侣未下品灵根 你有以下选择 1.消耗十年寿命强化种子 可淡下具有上品灵根的子嗣 2.消耗百年寿命强化种子 可淡下具有几品灵根的子嗣 眼下寿命充足 秦长青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第二选项 又娶了一个 而且还是个女修士 秦长青的家宅都变得热闹了许多 加上秦长青的孩子 天赋都很好 整个秦家不知道多少女人的眼睛盯着她 现在她妻妾们 恨不得一有机会就缠住她 相公 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秦长青伸了个懒腰 正打算出门去买点材料 给孩子们做点心棋的玩具 谁知道 就被四夫人情师慢拦住了 拿着秦长青的胳膊不让走 自从孩子们接二连三的 被检测出灵根资质以后 夫人们也意识到 秦长青在某些方面的独特本事 纷纷施展本事 想要留住秦长青 目的也很简单 想让秦长青跟他们再生几个孩子出来 秦长青对此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好在只要受孕成功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无论刑防多少次 她都不会被系统强行 扣除寿命强化种子 不然照目前各位夫人的热情程度 她恐怕早就被炸弹了寿命 秦长青尝了一块点心 赞了一声 秦世曼眼前一亮 逆声道 既然如此 老爷不如今天就去我那里就请 妾身那里 可是还有很多手艺展示 秦长青早就知道 这女人就是冲这个来的 刚要答应 就像二夫人也提着石河走了进来 见到秦世曼顿时神情微微一变 随即展颜笑道 妹妹也在啊 真是巧了 我做了点韭菜 一起尝尝 秦世曼抿了名嘴 摇头笑道 不了解剑 您和老爷聊 我有事先走了 见秦世曼离开 二夫人松了口气 将石河里的韭菜拿了出来 说辞和秦世曼一般无二 秦长青有些无语 你妹的 这才哪到哪 就有后宫争宠的意思了 这样下去还得了 此风不可尝 秦长青吃了韭菜 却并没有承诺下来 反而找个借口溜了 果然 没过多久 又有几个夫人相继来到这里找她 目的自然不用说 现如今 这几乎已经成了秦长青府邸的一大特色 只要没有身孕的夫人 隔几天就会来找秦长青嘘寒问暖 态度比起以前好了 不知道多少 这天 又到了族中检测灵根的日子 早早的 秦荣荣就带着儿子秦启鹏去排队 他对儿子的资质充满了期待 广场上 一个个孩子正在检测天赋 当秦启鹏的小手 放到燕灵时 顿时发出了刺目耀眼的光芒 这 这是极品灵根 秦启鹏 极品灵根 听到极品灵根 秦荣荣整个都幸福到发抖 哪怕是提前就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儿子的天赋震惊到了 长青大哥 我实在太爱你了 秦荣荣在心中呐喊了一声 本来这些年他还有些忐忑不安 但此刻 看到儿子这么厉害的天赋 一切都释然了 什么都是值得的 不行 我一定要再剩一个 下一秒 他心中诱然烧起了疯狂的想法 恭喜 恭喜 天佑秦家 在一篇热闹祝贺声中 秦启鹏检测出极品灵根的讯息 传遍整个秦家 听说了吗 贾强的那个儿子 检测出来极品灵根 我也听说了 这个贾强总算是在秦家翻身了 这么多年就生了一个儿子 可是没少被人说闲话 极品灵根啊 泽泽 即便是太玄宗那样的大宗门 也得抢着要 这可是稳上金丹七 有望冲击元英七的天赋 我要是有这样的儿子 做梦都能笑醒 贾强这次算是真的扬眉吐气了 可不是 我听说昨天就有太玄宗的长老庆自前 来收了请起彭卫清传弟子 已经被提前带入了宗门 路上 秦长青听到了周围人的议论 顿时眉毛一线 他想起来了 今天正是秦家统一检测资质的日子 他的孩子 已经没有参与这种公开检测 不过别人 还不知道秦起彭是他的儿子 扬眉吐气 贾强那家伙 还得感谢老子好吧 秦长青心中暗道 他现在也可以确定 贾强确实是身体有问题 如果不是秦荣荣那件事 他到现在 都未必能生出一男伴女 正想着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常青大哥 秦长青回头 见风运游存的秦荣荣 脚步轻盈 从小路快速接近他 还真是怕什么来世吗 秦长青笑着打了声招呼 就想开溜 谁知秦荣荣眼急手快 直接一把拽住了秦长青 有些忧愿道 常青大哥 你跑时吗 秦长青善笑道 我没跑啊 只是突然想起 家里有点事要赶紧回去处理 荣荣妹子 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说 秦荣荣却拉着他不放 直接开门见山道 常青大哥 启鹏是极品林根 你知道了吧 秦长青点点头道 恭喜恭喜 秦荣荣眼神赤果果地盯着他道 有些事情 你我心知肚明 秦大哥 我想让你再帮我一次 秦起鹏以后 贾强就再也没但下过子嗣 对这方面 也就没了多大兴趣 最新修炼 对他的那些妻妾慢慢冷落 秦荣荣也是一样 秦长青假装听不懂 帮你什么 秦荣荣目光坚定道 再帮我生一个 眼见躲不过 秦长青叹道 荣荣妹子 咱们已经错了一次 不能一错再错呀 秦荣荣怎么说 秦长青就是不答应 最后只能威胁道 秦大哥 你如果不同意 我这就去找家主说明一切 秦长青神情抽搐 这娘们太狠了吧 为了孩子 名声都不要了 不过 这也戳中了秦长青的软肋 只能答应下来 被秦荣荣半推半就地拉走 事业 云雨再起 旧梦重温 检测到伴侣卫下品林根 秦选择 一 消耗十年寿命强化种子 可淡下具有上品林根的子嗣 二 消耗百年寿命强化种子 可淡下具有几品林根的子嗣 为了更好的下一代 秦长青 依旧选择了第二选项 他也有 点同情这个女人 嫁给假强的 却又点苦了她 秦荣荣一脸满足的依威 在秦长青宽后 结实的胸膛上 梦一道 长青大哥 再给我多生两个孩子好不好 这娘们真是吃人的妖精 知道老子损失多少吗 还想再来两个 秦长青下了一跳 趁秦荣荣熟睡之际 悄悄溜走了 又是八个月一晃而过 秦小兰也终于迎来了临盆之时 房外 不止是秦长青和一些妻妾 就连秦霄何等几位长老 也守在这里 神情有些紧张 哇的一声嘹亮啼哭 房门开启 铲破抱着孩子走出来笑道 恭喜 是个千金 秦长青笑着接过孩子 对此已经没了最开始的激动和紧张 不过还是很高兴 长青兄 你带着孩子进来 秦霄何领着几人进了侧房 一翻手 手上出现了一块特殊的石头 这便是能够减侧缸出生 婴儿滋质的燕灵石 秦霄何将燕灵石 轻轻放在婴儿头顶 煞时间 光芒几乎照亮了整个屋子 极品灵根 众人震惊的目瞪口呆 随即眼中爆发出狂喜 盯着秦长青哈哈大笑 长青兄 你果然所言不虚 好好 很快 秦霄何闻讯赶来 清眼见证了婴儿的资质后 一时露出狂喜之色 当即赏给了秦长青五百零石 长青兄 你是我秦家的福星 这是你的奖励 秦长青连忙结果道谢 秦霄何看着秦长青越看越顺眼 开口道 长青啊 我一将小女嫁给你 你一下如何 秦长青顿时吃了一惊 也是没想到秦霄何竟然会舍的 把女儿嫁给他 拱手道 家主后外长青感激不尽 不过大小姐嫁给在下 是不是有点突然了 秦家大小姐秦凤兰娜 可是中品林根资质 根本不是他们这些坠绪能够惦记的 她已经有了这么多老婆 秦正阳竟然舍得让她宝贝女儿 也加入她的大家庭 老子的魅力有这么大吗 好吧 我知道 就是为了更好的孩子 这系统 不如改名叫宋女系统得了 秦长青心里吐槽 秦正阳买手道 你是我秦家大功臣 怎么会委屈 既然你没意见 那就这么定了 挑个良辰即日完婚 见秦正阳都这么说 秦长青自然不会再反对 多娶个老婆而已 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老婆 谁会嫌多 回去以后 秦正阳便将事情和秦凤兰说了一遍 秦凤兰原本对秦正阳擅自做主有些不高兴 但听说秦小兰真的生下了极品林根的孩子 也是大吃一惊 也有些心动 这秦长青果然异于常人 和普通凡人女子生下的就是上品林根 和下品林根资质的女子生的就是极品林根 自己可是中品林根资质 那岂不是说 能够但下地林根资质的天才 秦正阳脸须笑道 若是你跟秦长青真能生下地林根的孩子 日后我秦家可就有可能诞生原因真君 小兰 届时你可就是原因其修师的母亲 地位堪比那些先门长教 而且你可以生多个的林根 这话无异于又是一根强心计 让秦凤兰怦然心动 原因真君啊 别说在十大宗门 就是整个景国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存在 而她 是一个甚至多个原因真君的娘 秦凤兰光是想象 就觉得快要幸福地晕过去了 全凭跌跌做主 秦凤兰眼中一彩连连 终于不再辩驳 同意下来 半月后 秦家张灯结彩 秦家大小姐正是和秦长青接位夫妇 秦家家主亲自坐镇 婚礼规模也是空前盛大 这次人有点多 毕竟这可是家主秦正阳的女儿出嫁 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重要性 秦家高层悉数到齐 各个坠婿也是纷纷跑来敬酒 长青兄 你可是有大夫妻啊 既然能娶到大小贱 以后还望多多提携 长青兄 咱俩关系不错 能不能偷偷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竟然能得大小姐垂青 真是羡煞我也 坠婿们一个个趁着敬酒的空隙 想要从秦长青的口中套话 秦长青哪里会说实话 随便几句搪塞了过去 夜色一深 秦长青施法驱散身上的酒气 进入房间 就看到秦凤兰端坐在踏前 倒是很规矩 秦长青掀开盖头 秦凤兰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紧紧盯着她打量 发现这个男人长得还不错 入了秦家这么久 竟然还如此年轻 原本有些忐忑的心 也慢慢放了下来 你能让我生下地零根的孩子 秦凤兰目光炯炯 有些火热 这种事情秦长青怎么可能打包票 否则起不是真让人捏住了命脉 这个不敢保证 只能说尽力 秦长青局促地笑了笑 心里却在积攒怒气直 老子知道你就是冲着借种来的 但也没必要表现得这么明显吧 看我一会 怎么是放怒气 那就开始吧 秦凤兰虽然有些害羞 但一想到自己以后 能拥有地零根孩子 就有些激动 也顾不得矜持 急着验证 直接伸手去勾秦长青的脖子 不过她显然没什么经验 手脚显得有些慌万 秦长青抓住她的柔软的手腕 把主动全握在手中 别慌 哪能这么急 我还需要做点铺垫 做什么 秦凤兰不解地看着她 秦长青解释道 想要生下高品质零根的孩子 需要消耗大量的零食 我现在体内蕴藏的零气 可能不够 预律出太强零根的孩子 秦凤兰明白了 这个秦正阳跟她说过 直接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个箱子道 一千块零食够不够 箱子里满满当当的零食 有些谎言 秦长青顿时眼睛一亮 点头道 应该是够了 夫人稍等 说住 直接当住秦凤兰的面 开始吸收零食 一块块零食 在她手中化为飞回飘落 吸收速度快地 让旁边的秦凤兰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心里对秦长青之前说的话 也信了三分 即便是助机器修饰 吸收零食能量 也不可能这么快 而且 这可是一次性吸收 一千块零食 若不是真的能御御零根也的 却说不过去 一千块零食被吸收殆尽 秦长青再次增加了一千年寿命 夫人 我可以了 秦长青走到秦凤兰的面前 笑呵呵道 秦凤兰轻轻吞了一声 下一刻就被秦长青扑倒在榻上 连满垂落 不断有衣物被扔出来 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 秦长青又开始做选择题 检测到伴侣为中品零根 请选择 一 消耗十年寿命强化种子 可淡下具有上品零根的子嗣 二 消耗百年寿命强化种子 可淡下具有极品零根的子嗣 三 消耗千年寿命强化种子 可淡下具有的零根的子嗣 果然如之前猜想的 秦凤兰的中品零根 确实能再次提高后代资质 刚到手的千年 寿命还没五热又要没了 秦长青心里哀叹一声 却还是选择了第三选项 不久后 秦凤兰就检测出怀孕 秦家再次送来了 几个夏品零根的女子 不由分说 直接塞到秦长青后院 这迫不及待的做事风格 让秦长青都不得不夸下 秦家的做事效率 不过 这次秦长青提出了要求 每一个极品零根的孩子 都要提前吸收五百零食 这样他能每个赚四百 一个月后 秦荣荣的第二个孩子也降生了 秦长青得之后 无奈养天长叹 造孽啊 贾福 秦萧和带着长老孩 由管家秦文博连妹而来恭贺 贾强顿时有些受宠落惊 将几人引到内堂落座 喝了口茶水 秦萧和笑道 贾兄 老夫身上带着能够捡测缸 出生婴儿的燕灵石 不如正好测一测 这个孩子的零根资质如何 贾强心里一动 明白这几位 恐怕就是冲着孩子来的 连忙点头道 我这就带孩子出来 很快 贾强抱着墙宝来到几位长老面前 秦萧和也不客气 直接掏出了燕灵石 放在婴儿额头 煞时间光芒大盛 又是极品零根 众人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秦萧和却是眉头微微一皱 若有所思地 扫了眼满脸激动的贾强 和其他几个长老对视眼 他们早就有些怀疑 贾强十年没生孩子 一生出来就是极品零根 关键还都是秦萧荣所出 其他器械的肚子 一点动静都没有 秦萧荣本身就是夏品零根的资质 他们不得不联想到了秦家 某卫生产牛人 贾兄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秦家再添一个极品仙苗 这是大好事 回头我便让人把奖励送来 荣荣是我们秦家的大功臣 家主让我送点补身子的灵药给他 多谢家主厚爱 贾强连忙伸手详寝 秦萧和笑呵呵的拱手 随即单独进了屋子 看着秦萧和进入房间 贾强也从兴奋中慢慢冷静下来 看着孩子越想越不对劲 自己这么多年生不出来孩子 怎么一生出来 两个都是极品零根 自己有那么牛逼吗 算算日子 貌似两个孩子出生的日子 都不太对劲 那段时间 自己好像前行闭关修炼 都没有跟秦蓉蓉行房 那孩子从哪来的 房间内 秦萧和伸手按住了 想要起身心里的秦蓉蓉 在周围布置了一层 隔绝声音的法力结界 淡淡道 蓉蓉 你跟我说实话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秦蓉蓉心里咯噔一下 有些心惊肉跳 勉强挤出笑容道 长老您这是什么话 当然是我的 秦萧和鼻腔里重虫 嗡了一声 邪逆道 我问的是 这孩子真正父亲是谁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你还敢隐瞒 秦蓉蓉满脸慌乱 也顾不得身体虚弱 翻身下床跪地道 长老 是我不对被迷了心智 贾强他迟迟没有动静 我急着 想要给家里生下子嗣 才做出了这种事情 他当下把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秦萧和听完 脸色殷勤不定 最终叹了口气 把秦蓉蓉扶回踏上 道 罢了 这件事也是家族对不起你 我们也没想到贾强 竟然在这方面有问题 苦了你了 秦蓉蓉当即哭出声来 这么多年的委屈算是宣泄出来了 秦萧和看着秦蓉蓉 也是有些感慨 缓缓道 你做的这种事情 家里可以原谅你 毕竟你也是为了给家里 多生几个优秀后代 但贾强那边也要有个交代 毕竟是我们秦家有错在先 秦蓉蓉抬起头 满脸坚定道 长老不必担心 若是贾强心声 怀疑问起来 我自会跟他坦白 要打要骂我毫无怨言 秦萧和脸色微沉 哼道 他敢 你即便有错 也是我秦家人 不是他想打就能打的 这么多年生不出来 孩子也是他的问题 你放心 他若敢动手 秦家也容不下他 有秦蓉蓉心里化过暖流 秦家终究还是向着他的 连忙道谢 当晚 正如两人所猜测的那样 贾强因沉着脸 找到了秦蓉蓉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蓉蓉 你老实告诉我 这两个孩子是不是我的 秦蓉蓉面色平静道 不是 贾强差点喷出口血来 捂着胸口面色惨白 指着秦蓉蓉怒吼道 我说起彭怎么长得 跟我一点都不像 见人欺我 他现在 只觉得自己就是个大傻子 脑袋上一片青青草原 伸手就要一掌劈来 秦蓉蓉不闪不闭 反而把脑袋伸了过去 同样怒道 贾强 你要打 尽管打好了 事情闹大了看 是你丢脸 还是我丢脸 秦家还容 不容地吓你 贾强的手 顿时停在半空 半天没有落下 脸色扭曲 秦蓉蓉见此叹了口气 与其放缓道 夫君 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家好 你想想 启蓉已经被送去了太玄宗 筑记毫无问题 成为金丹真人也不是 没可能 你这么多年生不出来孩子 我依旧对你不离不弃 反而还帮你多取了几方小妾 只要你好好对我和孩子 将来你可就是金丹真人的父亲 金丹真人 贾强的手慢慢放了下来 对于修仙之人来说 金丹可谓是至高追求 是他们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他的孩子过去能成金丹 贾强慢慢冷静下来 他本来就是坠婿 依附秦家 还是仗着秦荣荣 才有的地位 秦家养他 栽培他 目的是要他为秦家生育先苗 而他竟然不能生 这等于在家族中没有用 还白白浪费了秦荣荣 秦家不敢他走 已经很好了 现实摆在眼前 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另外 他是修仙之人 明白林根的重要性 极品林根的孩子 谁不想要 大宗门都争着要 想想秦起彭以后成为金丹真人归来 喊自己爹的场景 他也有些激动 反正自己生不出孩子 让秦荣荣借种 生几个极品林根的孩子 也没什么不好 反正没人知道 他们就是我的儿子 养育之恩大于天 以后我就是金丹真人的地 贾强越想越激动 秦荣荣起身 挽住贾强的胳膊 柔声道 这件事 我和家里都不会说出去 孩子以后也不会亏待你 咱们好好生活下去不好吗 贾强腮帮子抽动 神色复杂地看着秦荣荣 最终长叹一声道 荣荣 你说得对 是我偏激了 生不出孩子 确实是我的错 不应该怪你 这些年苦了你了 秦荣荣顿时笑道 你能这样想就好 我也有错 你也不要记恨秦长青 都是我逼他的 二人沟通一番 相互理解 最后两人都感觉轻松了 贾强不再为生孩子发愁 反而有便宜的极品林根孩子 秦家和秦荣荣都欠他的 他能更自在地待在秦家 心境顿时开阔许多 而秦荣荣 也不用再把事逼在心里 可以坦然生活 解开心理枷锁 两人反而更加和睦 若是秦长青在这里 肯定会经掉下巴 荣荣 既然已经这样 那何不多生几个 都是极品林根啊 贾强主动提议 这 有什么犹豫的 反正有家族报名啊 好吧 第二天 秦荣荣找了家主秦正阳 把摊牌的事告诉了家里 秦正阳也知道了这件事 美多说 带着几个厂老亲自登门 并送了五百块零食作为补偿 这也让贾强心理松了口气 秦家还真是不错 没有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 是个无用之人就抛弃掉 殊不知 秦家也有自己的考量 秦荣荣毕竟有错在先 这种事不好公开 其次 他们也要照顾两个孩子的想法 他们可都是极品林根的优质仙苗 若是知道 自己其实是个私生子 那还得了 只要贾兄 你能好好对荣荣就好了 秦正阳面有愧色 随即道 对了 太玄宗那边传来了讯息 启鹏在那边很受重视 已经达到了炼气七四层 你不用太过挂念 炼气七四层 大吃一惊 心中震撼 果然 不愧是极品林根 天赋恐怖如斯 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 才堪堪练七七三层 秦起彭才不过修炼一年多 就超过了自己 简直人比人气死人 这岂不是要不了多久就能住基 然后修成金丹 自己金丹老爹的梦 很快就能成真了 假强心头抑制不住的狂喜 不由地再去催促秦荣荣 甚至主动拧身 为他制造机会 修仙无岁月 又是一年过去 秦家庭院内 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人 陪着一个女人缓缓走拙 中年人名叫林红 同是仙阳山修仙家族林家的长老 和秦家是姻亲 旁边的正是他的女儿 林子薇 子薇 之前我让你打听的事情 怎么样了 林红左右看了看 随即传音问道 秦家又有多个尚品林根的孩子 败入太玄宗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太玄宗的注意 毕竟是大宗门招进去的弟子 大多都是尚品林根 但是 同位修仙家族的林家却注意到了 两家是姻亲关系 他们这种修仙小家族 出一个尚品林根都难 现在秦家出了多个不说 甚至还有几品林根 这自然引起了林家的怀疑 虽然嫁到秦家的林子薇 悄悄打听讯息 林子薇传音道 爹 秦家最近几年有个坠婿 娶亲特别频繁 她一个人就娶了几十个妻妾 不止如此 就连秦家大小姐都尾身嫁给了她做妾 秦家具有林根资质的未嫁女子 也全都嫁了过去 确实很不寻常 那些尚品林根的孩子也全部出自她家 林红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问道 此人叫什么名字 秦长青 聊了一会儿 林红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笑道 卫父知道了 你这次立了大功 家里都记着 你先回去吧 林子薇离去 林红站在原地默默私存片刻 旋即快速出了秦家 驾驭法器掠空而去 说个事声后 林家家主林修文亲自登门拜访 正厅内 秦正阳坐在首座 林家人依次坐在下手 林兄怎么有 空来我秦家做客了 秦正阳笑问道 林修文直接开口道 秦兄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 秦正阳目光微闪 笑呵呵道 你我两家还说什么客气话 只要我能帮 并不推辞 林修文道 听说秦家有意欺人 能助女子孕育 林根仙苗 不止可否借我林家一用 秦正阳脸色顿时大变 秦正阳的脸色 瞬间就恢复了正常 打了个哈哈道 林兄从哪里听到的谣言 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人 孕育林根 简直荒谬至极 林修文淡淡道 秦兄就不要掩饰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种奇人我觉得 还是拿出来 大家一起分享比较好 吃毒食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秦兄也不希望 这种事再被其他家族知道吧 究竟是哪个混账 走漏了讯息 秦正阳心中大怒 现林修文满脸笃定的样子 知道对方肯定是已经得到了 确切讯息 才会跑上门来 林修文用这种手段威胁 按住了秦家的命门 林兄到底想怎么做 直说吧 秦正阳咬牙强忍怒气道 林修文眼中闪过狂喜之色 果然如此 他黑黑笑道 秦兄不必如此紧张 我们两家是殷亲 而且他毕竟是你秦家坠婿 我们林家也只是想送来些女子 让这位秦长青帮忙郁郁些仙苗而已 绝不让秦家吃亏 秦正阳脸色稍缓 陈寅道 如此的话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秦长青郁郁郁灵根 也不可能凭空造就 需要消耗大量的灵气 我们秦家可是为此付出了不少的灵石 意思很明显 想让我们秦家帮忙 可以掏灵石出来 林修文对此也没意见 只要能郁郁出仙苗 付出点灵石根本不算什么 他早有准备 当即点头道 不会让秦兄难做 开个架吧 想要郁郁极品灵根的仙苗 必须是有灵根的女子才能办到 你们林家想要 就得安排有灵根的女子 秦正阳看着对方 与其又加重了几分 另外 灵石也很关键 一个极品灵根 至少需要一千块灵石 一千块灵石吗 没问题 林修文爽快地答应 极品灵根的孩子 别说是一千块灵石 就是一万也值得 秦正阳顿时心中一喜 秦长青给他们秦家 生出一位极品灵根的仙苗 他们也不过付出五百块灵石 灵家给了一千块 这样算 他们倒还赚了五百块 不亏 好吧 秦正阳不动声色道 不过这件事指 那由我秦家做安排 期间你们不能随便接触插手 另外这件事 还希望林修保密 否则泄露出去 对你我两家都不好 自然自然 两人相识大笑 很快 林家送来了数位 拥有下品灵根的女子 秦家亲自跑去 和秦长青沟通 秦长青对此也没什么意见 反正秦家答应 按照生出孩子的数量和品质 给出相应的临时奖励 多取几个也没多大影响 就当活动活动筋骨 生命的意义在于运动吗 于是 秦长青悄悄纳了几方窃室 只是都未公开 一年后 林家府邸 秦正阳亲自驾驭法器而来 林修文将其引入书房 秦正阳笑呵呵拱手道 恭喜林兄 添了一位极品灵根的仙苗 说着 挥手散开灵力伪装 露出怀里的墙榜 林修文顿时大喜过望 用事先准备好的燕灵石 亲自检测 煞时间书房光芒闪耀 果然是极品灵根 哈哈哈哈 林修文畅快大笑 我林家也有极品灵根的子嗣了 极品灵根有多珍贵他当然清楚 这意味着将来林家可是要多出一个甚至多个金丹真人 他们林家的地位也会自然的水涨船高 多谢青兄 林修文满脸的感激 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口箱子推了过去 这是咱们事先约定好的一千块零食 替我谢谢那位长青兄 对于此刻的林家来说 别说一千零食 就算是两千三千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讨好 秦长青这种人已经代表了林家的希望和未来 还有一事 秦正阳肃然道 你我两家的林根仙苗会越来越多 如果都送去太玄宗 长此以往下去 怕是要出问题 我的意思是 咱们可以把这些孩子分别送入景国十大宗门 这样就可以避免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林修文沉音片刻 郑重点头 秦兄所言极是 理当如此 现在两家自己算是绑在了一条船上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保护秦长青的秘密 也就是在保护两个家族 今天是秦凤兰临盆的日子 似乎是腹中胎儿天赋好的缘故 他比正常人生产晚了几个月 秦正阳和十几位家族核心成员 亲自守护在门外 心情忐忑 和一旁满脸淡然的秦长青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快 产婆抱着孩子走出房门 秦正阳快步上前接过孩子 扭头低声道 你们跟我来 众人跟着秦正阳迅速进入偏房 并并在周围布置了一层灵力结界 当燕灵时刚刚放在婴儿头顶时 一股夺目的灵光骤然爆发 璀璨耀眼 如果不是有灵力结界 肯定会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地 地灵根 真的是地灵根 天哪 老夫有生之年 竟然真的能见到传说中的地灵根 秦正阳和其他长老们满脸震撼 久久不能平静 地灵根啊 这可是不出意外 就能顺利修炼成原音真君的恐怖天赋 也就是说 未来顺利的话 他们秦家也能拥有一位原因修饰作证了 秦正阳激动得浑身颤抖 随即赶紧用灵力稳住 生怕惊扰到怀里的孩子 秦正阳拍着秦长青的肩膀 抑制不住的狂喜 长青 你是我秦家的大功臣啊 秦长青连忙拱手但笑道 运气运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秦正阳一挥手 储物袋中飘出一口大箱子 密密麻麻的零食有些谎言 你为我秦家生下地灵根的仙苗 这是波添大功 我秦家自然也不会吝啬 这里有两千块零食 是你的奖励 秦长青心中一喜 这个孩子消耗的零食是秦凤兰出的 也就是说 秦家给的两千块零食 完全就算是赚的 可以再添两千年寿命 赚了赚了 多谢家主 秦长青喜滋滋地收下 默默给系统点个赞 系统好大啊 秦凤兰但夏子嗣的讯息是瞒不住的 林秀文知道后 立刻疯疯火火地跑来了 披头就问 秦兄 不知令千金生下的孩子资质如何 秦正阳知道 对于林秀文 这件事不可能瞒得住的 林秀文早就盯着秦凤兰 他也大概明白了 秦长青的使用方法 所以很期待秦凤兰的孩子诞生 嗨嗨 别这么激动 也就区区的林根而已 秦正阳抬头笑道 林秀文倒吸口凉气 看着秦正阳有点牙痒痒 区区地灵根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这可是未来的原因真据 百年难出 万中无一的添交 结合秦凤兰的资质 林秀文顿时心头微动 有些激动地问道 淡下仙苗的品质 和女子的资质也有关系吧 是不是 中品林根的女子就可以 房间中 二人眼神对视 都想看穿对方 秦正阳无奈汗手 不错 经过验证 下品林根的女子 可淡下几品林根 中品林根的女子 可淡下的林根 按照秦长青的说法 越高资质的女子 所能承受的灵气就越多 也就能孕育 更好品质的仙苗 林秀文顿时眼中 爆发出夺目神采 大喜道 如此说来 若是秦长青 与上品林根的女子结合 岂不是能诞生出 千年难遇的 天林根 天林根啊 听说十大宗门中才有 而且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无意不是门中天交 秦长青叹道 只可惜 我秦家并无上品林根的女子 我听说林家早年 兼出了各资质不凡的女天交 林秀文神情一动 你是说玉侠 林玉侠因为资质出众 早就败入了十大宗门中的太清宗 而且已经被长老收为弟子 前途一片光明 是林家未来的希望 秦政扬点头道 林兄 我知道玉侠前途可期 但那可是天林根 你们要不要试试 对 天林根 林秀文心动不已 天林根啊 什么长老弟子 掌门弟子都拦不住 他说的 回去林家 林秀文立即派人前去太清宗 召回林玉侠 对其称 家族中有重要的事 让他速速回族 不过 从宗门回来 也没那么快 一时半会即不得 讯息送出去 林家也只能等 家主 帝林根也是百年难遇的绝佳资质 不如我们 先送具有中品林根的女子过去 有长老提出建议 唉 林秀文叹了口气 有些为难道 你以为我没想啊 可是家族中 具有中品林根的女子 也只有星瑶一个 她都已经嫁人了 肯定不行 长老连忙道 那可不好说 家主 他们夫妇可是多年未曾诞下的寺 若是能得一个的林根的孩子 想必也不会拒绝 这也是为了家族的前途考虑 何况我们只是借用 又不是让星瑶嫁过去 帝林根的价值 以金族够让他们舍弃一些东西 林秀文沉吟良久才点头道 你去跟他们夫妇商量一下吧 是 长老洗上眉梢 拱手退下 没几天 林星瑶便被送到了秦家府邸 这位在林家 也算是比较出名的仙苗 当场就有人认了出来 家主 这个林星瑶 好像以为人妇 林家怎么会 把他送过来 秦正阳看着下方体态风雨 颇有风韵的林星瑶 神情也是略微抽搐 也明白了林家的意思 果然顶不住帝林根的诱惑 他本能的想要拒绝 不过又想到自己家族里的秦荣荣 和他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叹了口气白手道 罢了罢了 给秦长青送过去吧 真是便宜那小子了 秦长青也算是月女无数 虽然秦家没说是谁 只让他办事 但看到林星瑶的第一眼 他就看出 对方身上和秦荣荣相似的气质 那风吟的曲线 妩媚的身姿 比秦荣荣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是越来越疯狂了 秦长青难得的心跳加快 不禁照了照镜子 有些担心自己患上梦德综合症 应该没有吧 我只是喜欢漂亮的 秦长青想了想 除了喜欢漂亮的 自己好像没什么其他不好的癖好 对 就是这样 事业 秦长青又开始爆肝做选择题 长老 现在送过来的女子越来越多 太过频繁 在下深感身体疲惫 若是没有大量灵气补充 长此以往下去 怕是难以为己 长青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得加零食 外加两天休息 我还得在家陪我的夫人孩子 秦萧和听到秦长青这么说 也有点不好意思 自己两家的却有点过分了 只顾家族利益 也没考虑过秦长青的身体和家庭 作为一个男人 他深表理解 点头问道 你想要多少零食 秦长青想了想到 孕育一个极品零根的孩子 得五百零食 孕育一个的零根 至少两千零食 秦萧和瞪了瞪眼 心道你可真敢狮子大张口 不过也没拒绝 道 我回去和家主商量一下 听了秦长青的条件 秦正阳沉吟道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秦长青说的也没错 这种事的却消耗灵力和体力 我们秦家不能做杀鸡取卵的蠢事 告诉他 我答应了 秦萧和点点头 秦正阳又道 答应是答应了 不过我秦家也不能吃亏 回头告诉林家 他们那边的分子也要提一提 秦长青找我们要两千 他们就得给四千 两人相视一眼 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一月后 一道红光落在林家府邸内 光滑脸去 正是匆匆赶回来的林玉霞 家主 家里出什么事了 如此着急 林玉霞见到端坐在上的林修文 似乎不像是有急事的样子 奇怪问道 林修文伸手道 玉霞呀 不着急 坐下慢慢说 林玉霞胡一的一言坐下 听林修文慢慢讲述 美眸越瞪越大 最后不由师生道 能控制后代资质 孕育林根先描 世上怎么 可能有这种欺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林修文笑眯眯的挥了挥手 立刻有长老将刚带回来的孩子 抱了过来 这是秦长青和我们林家女子 刚淡下的子嗣 你可以亲自检测一下 林玉霞当即摸出燕灵石检测 当看到爆发出的刺目灵光 整个人有些呆滞 喃喃道 真的是极品林根 林修文趁热打铁 寻寻善诱道 玉霞 你可是上品林根的资质 若是和那秦长青结合 可是能生下天林根的孩子 天林根啊 那可是 未来可能成为化神天君的恐怖资质 你们太轻松 才有几个化神天君 林玉霞呼吸有些急促 被说的眼睛直放光 却还是强行按耐住冲动 陈生道 家主 此事事关重大 关乎到整个家族的利益 你说星瑶妹子 已经去了秦家 不如等星瑶妹子 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如何 林修文想想也是 稳妥一点比较好 林玉霞毕竟是太轻松长老的弟子 也是要面子的 不可能随随便便嫁人 好 那就等星瑶生下孩子 林修文点点头同意了 一年后 已经被提前接回来的林星 瑶忠于林盆 生下的大胖小子 林家各大核心成员齐聚一堂